江苏省作家协会访美代表团日前与北美的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 共同举行华文作家创作研讨会 江苏省代表团此行目的 适合在美国的华文作家协会达成合作机会 希望华文作家能多向中国杂志投稿 展示海外华人的生活风貌 北美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 近日举行华文作家文学创作研讨会 欢迎江苏省作家协会访美代表团一行 来出席座谈交流 江苏作协代表团有党委书记丸树领队 另外还有五位省内著名杂志的作家和编辑 到洛杉矶来进行文化考察 是希望与北美华文作家协会来接缘 与华文作家建立友好合作关系 会中丸树书记还介绍了 国内的写作和出版情况 欢迎海外作家向雨花杂志和中山杂志来投稿 60多年的这种老的杂志的编辑 来和我们来到现场和我们这个作家协会 面对面的交流 这个而且呢提出来呢 第一呢要这个每年给我们定期 把他们的杂志寄给我们六种 全国发行的杂志寄给免费寄给我们 第二明年四月份邀请我们协会去到南京参加他们的国际文化周 而江苏省又是中国经济大省和一个文学大省 我想建立江苏和洛杉矶华作家之间的文化交流 对促进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 弘扬中华文化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洛杉矶中领馆文化参长古今出席会议 并赞扬北美华文作家协会 在海外弘扬中华文化所做出的努力 北美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会长北奥 在致辞中也表示非常欢迎江苏作协的文友来洛杉矶访问 希望两地的作家今后能够多交流多合作 为推进海内外华人的文学创作做出应有的贡献 环球东方记者李于冲洛杉矶采访报道